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到Jillman StarCraft 那我是主播Jillman 那這一系列由我們 這個美國的人類玩家QXC 對上北美神族的頂尖玩家 Hawk已經來到第二場了 那第一場比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QXC他是採用一個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一個打法 從頭到尾是持續的在做進攻 那我們給予Hawk相當大的壓力 那不過我們Hawk也是這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玩家 所以前面幾波精彩的這個會戰 他都有擋了下來 不過因為我們QXC持續在做一個雙線 持續在做一個空投 所以導致最後我們Hawk還是 因為在經濟上還有在補兵上的一些落差 那這個落差越拉越大 導致之後我們QXC有個相當優勢的兵力 拿下了第一場的勝利 那不過這是一個BO3的比賽 所以如果這一場比賽 我們QXC再拿下一局的話 就會以直落後的比數 直接的淘汰掉我們的Hawk 那就要看看我們Hawk能不能夠扳回一局 那再次強調這是我們MLG達拉斯戰的比賽 那達拉斯戰的比賽集結了 這個世界128個頂尖玩家的對戰 那非常多的replay都相當的精彩 那也感謝各位觀眾持續的來收看 球面的轉播 那我們看到QXC這個開局是一個補給戰之後 在人口12的時候 下了一個兵營是相當標準的一個開局 那我們Hawk也是 應該人口9%下水晶塔 在人口13的時候 下了第一個傳送門 那這張地圖呢 是我們的大都會 那大都會 一開始有4個出生點位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雙方玩家出生點位是相對的遠點喔 那相對遠點的話 如果對方玩家都發現是相對遠點的話 那我們可能雙方都會來 在早期的來開下二況喔 那可能是前期先做一個營運 然後來雙方互相做騷擾 來做這個探查騷擾 然後到中期才補兵來做 這個大量的兵力輸出喔 這我不確定會不會這樣做啦 不過也有可能我們QAC 也是會像上一場一樣 做一個相當有侵略性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Hawk 他在這邊下一個水晶塔 這個水晶塔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這個水晶塔 下下來之後 他可以看到直接下方這個 陸地的這個視野喔 那如果我們Hawk 要直接拉兵力推出來的話 可能會被我們Hawk看到喔 所以這個水晶塔位置也相當重要 那同時他可能待會 也會在這個噴氣口的地方 下一個水晶塔喔 因為來防止對方的這個 繞路的空頭 那Hawk這個時候 他應該是搶了對方5塊錢的礦 被打爆了被打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Hawk這一開始的開局 其實跟上一場一模一樣喔 他也是很早期就下了第二個兵營喔 他並沒有來升我們的軍工場 所以很有可能是 也是要來前期做一個掠奪者 還有陸戰隊的這個前期 很早期的一個壓制喔 那如果壓制得已的話 對方可能會損失這個追劣者 或者是更慘的話是損失不少的工兵喔 那就要看看 我們Hawk能不能夠擋得下來 那這時候QA7這一支 這一支太公 SCB 是很健康的 直接在對方家裡外面來做燒擾 哇那這時候我們看到QA7在存錢呢 他莫非是要來很早期的做這個惡況的開採嗎 那生產我們的空間之門 他也可以直接的就從水晶塔來要傳我們的兵喔 可以直接的補在下下下下 這什麼 滴滴或者是直接補在高地 喔沒有 Hawk是真的要來開惡況喔 他只是剛剛存的錢可能是在升其他兵喔 同時的存的錢 開下惡況喔 因為這是一個相對遠點的地方喔 所以開惡況的話 對方的這個部隊要來前進的話 是要走比較遠的喔 而且目前 目前QA7的視角是不知道 我們Hawk有開惡況的 不過他馬上的拉了 一開始拉了一隻略多者 一隻陸戰隊還有一隻SCB 還是開場跟剛剛一模一樣喔 那可能馬上的就會看到對方的這個惡況的這個建造 那會不會像上一場一樣 直接的在對方惡況外面直接蓋下一個Bunker呢 我們就要看看 好不過我們QA7也是 應該是相對遠點 所以他還是馬上的 也是很早期的就開下他的惡況 也是要來做一個 雙星鬼指揮中心的開局 那如果待會雙方都是一個兩況在營運的話 那雙方的比例就會非常的多喔 那就要看雙方的比例怎麼做全責 那QA7仍然是像一場一樣 直接來做一個碉堡封口喔 而且我們 我們Hawk是完全沒有看到喔 那 不過他應該是有意識到了 他這個時候馬上的 拉了大量的這個 弓兵還有這個追劣者 馬上的來做這個反擊喔 那我不太清楚他剛剛是怎麼意識到的 可能是個監察塔有看到 或是這個高台的這個水晶塔有看到喔 所以他是馬上的拉了大量的弓兵 他已經有意識到 我們QA7要在外面來蓋碉堡喔 那是相當即時喔 如果這個碉堡蓋下來的話 那是後患無窮喔 那還好這個碉堡沒有蓋下來 那 因為也沒有一個NCB持續在蓋 所以我們Hawk也不理他喔 持續的 可能要做一個timing的 抓到一個timing要做一個反推喔 哇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 QA7家裡 QA7家裡外面並沒有Bunker喔 而且這個惡況也才剛開下來 那這樣子的兵力 不過他也是拉了 不過這個NCB是要來做採礦 應該不是要來做防守 那這樣的兵力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抵擋住四隻追劣者 能不能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有辦法喔 不過 我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那 不過QA7的戰鬥藥技馬上就好了 哇 那如果戰鬥藥技升級好 再搭配 搭配我們這個震撼彈喔 那是很輕鬆的 就可以風箏掉我們的狂戰士 那 不過我們目前Hawk生的都是追劣者 看一下目前雙方便利 目前Hawk是五隻追劣者 一隻狂戰士 那QA7則是兩隻掠奪者 還有八隻的盧戰隊 那果然 QA7看到對方是 Hawk是可能要採用一個前推戰術 所以他馬上來蓋下一個Bunker 要來做防守 那QA7他二況也是 雙方二況都開始在營運喔 那QA7目前家裡是 有四個BG喔 那四個BG 還蠻多的 那 QA7則是三個兵營 那其中一個是反應爐喔 那 也是 雙方的這個補兵的速度 應該說是不相 不相上下 那就要看雙方的這個微操 還有一些 這個戰術上的應用喔 那 看怎麼樣才能達到一個關鍵性的 關鍵性的變化 好 那麼可以看到 我們QA7他補了兩隻 這隻哨兵喔 大概可能會有一個關鍵性的 呃 立場施放喔 我不太確定 那 他好像是要繞路來做一個Push嗎 我們的 我們QA7可能沒有看到喔 因為他是站了 這個 左 這個叫什麼 中間點會偏下方的這個 瞭望台喔 哇 他兵力在外面喔 如果我們 我們Huck可以抓住一個 抓住一個時間點 而且同時的這個水晶塔 同時的可以持續來做要傳兵喔 哇 那如果這一波兵推出來那 我們Huck的大量 布的都在外面 他們是沒有辦法回救喔 那如果二框直接被點掉的話就是相當大的一個損失 好 那我們Huck也是當機立斷 他也知道自己回救不了 也是選擇打針直接的要來做交換喔 那目前雙方都是在直接的外面的這個 外面的這個分框來做打擊喔 那雙方做一個交換的動作 那我們QA7也是 我們Huck也是第一時間就把兵力往回拉喔 那目前 雙方都是在對方家裡做騷擾喔 哇那相當有趣 那就看一下這樣雙方交換的結果是 誰能夠賺到喔 哇那QA7也是很早的蓋下一個 幽靈特務學院喔 他也是要來生產我們的鬼子 哇那目前 目前雙方B力看起來的話 是我們Huck佔優勢喔 而且 他也是即時拉了部分的追劣者 要來做回救喔 哇那 看起來 看起來可能 我還不確定 我還不確定 不過 如果這波部隊 如果QA7這波部隊都被殲滅掉 都被殲滅掉的話那 是完全沒有部隊喔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 QA7家裡只剩下20幾的這個單位喔 那 家裡還有大量的狂戰士在做騷擾 果然這個時候QA7也是 知道這個 這個雙方這個交換的結果是 自己落於一個很大的下風 所以直接的 打下去去結束這場比賽 玩這場比賽打的 這個相當的 相當的快喔 不過也是 相當的精彩喔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QA 我們的Huck抓到一個漂亮的時間點喔 尤其 搭配 Huck抓到一個相當漂亮的時間點 而且搭配我們這個 主礦外面的 對方外 這個 QXC外面的這個水晶塔 持續在做藥傳兵喔 那 他也拉了一個部隊的少量 部分的部隊來做回救 也有 這個自己家裡有守下來喔 所以導致我們QA7直接打下去去結束這場比賽 那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是主播九妹 我們馬上來關注我們下一場最關鍵的第三場比賽 那 下次再見囉 掰掰